那时候我六岁,妈妈开始带我和妹妹去耳思医生的牙科诊所 那个牙医诊所位于一座庄园内,耳思医生的家也在其中,建筑很华丽 我第一次去看牙医时非常害羞 那时我还患有选择性肩默症,我非常依赖母亲的安慰,希望有人能支持我 不知为何,和陌生人,尤其是和男人说话,我会感到非常焦虑 我和妹妹从后诊室被叫进去时,妈妈跟着过去了 但耳思医生说,父母不可以和孩子一起,这样能教会孩子独立 我妈妈也照做了,一进去,她就把我和妹妹分开了 因为太害怕,我哭了 耳思医生不喜欢哭声,所以她抓住我,用手捂住我的嘴和鼻子 咄咄逼人的摇晃着我警告说,如果我再哭,撒到了别的孩子 她就让我更难受,这让我更害怕了,所以我又哭了起来 耳思医生很生气,把我带进牙科诊所她家的那块区域 她骂我,抓住我的脖子推我,她的牙是猪耳走过来 说我如果再哭,她就狠狠地打我,并且没人会知道 后来她给了我一杯果汁,让我独自在她家里待了大约五分钟 然后带我回到牙科诊所,给我看了牙 我知道,如果我想活下来,就必须表现出不害怕的样子,忍住眼泪 此刻,我只想要见到妈妈 第一次看牙结束后,我和妹妹告诉妈妈,我们很害怕那个牙医 她很刻薄,但妈妈认为是我太焦虑,所以我们还得继续去那看牙 每次都一样的可怕,彻一开进庄园,我的心就像融化了一般 我太害怕了,这庄园在我眼里不再美丽 每次我们去看牙医,耳思医生总会给我们做复杂的牙齿治疗 我们给几颗乳牙做了窝钩封闭,拔到了很多颗支齿 其中有几颗,它是用手拔的,完全不考虑我的疼痛程度 通常在拔牙或做窝钩封闭时,嘴巴必须用牵引器打开 它会把我们晾在那里大约45分钟,然后才开始给我们治疗 有时它还会在我们张着嘴的时候坐在那里吃饭 那可能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经历了 我记得三年级的时候,我躺在椅子上,带着牵引器等了一个小时 我太痛苦了,无法承受 我大声尖叫,哭泣 耳思医生怒气冲冲地冲过来,取下牵引器 然后又把我带去了它家,它在那里对我大喊大叫 说我是个麻烦伙,吓到了别的孩子 我很伤心,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哭过了 然后它把我带回到牙科椅上 用拘束带把我固定在座位上 它重新给我带上了牵引器 说因为闹事,我得再等一会儿 除了默默流泪,我毫无办法 我甚至不能擦眼泪 因为它锁住了我的手臂 只好我的嘴会肿起来,满是疹子 一连几天说话都疼 从牙科椅上下来,我会立刻留下瘀伤和红肿 如果我在它的震腾下退缩了 它就会经常对我母亲说 我在治疗过程中不配合它 有一次它一次性拔了我六颗牙 我几乎没法吃东西了 它一边拔牙,一边唱着歌 看起来很享受这个过程 七年级时,我们开始看症肌医生 带牙套矫正牙齿 没过多久,我们不再去耳四医生那里 开始看一个新牙医 新牙医也让我不那么害怕洗牙了 我妈妈不再带我们去耳四医生的诊所 是因为新医生看了我们的牙科记录后 发现了很多不需要做的手术 不久前,我和一个小朋友聊到小时候的事情 我立刻想到了耳四医生 出于好奇,我在网上搜索了他 想看看他后来怎么样了 幸运的是,那家诊所被关闭了 搜索结果里,还有一个没被评论商家的网页 里面有许多患者留下的一星差评 这些患者曾在那诊所被虐待 他们在这里宣泄自己的创伤 我哭了 因为他们的经历与我如此接近 甚至有些一模一样 我很伤心,但同时也确定了 我并不是一个人 我们所经历的很多手术 只是他骗钱的手段 现在回想起来 他非常坚决地不允许我们哭喊求救 是因为不想让父母们听到 不想让他们来查看发生了什么 想到这里,我浑身发抖 我希望他没有在别的地方再开一家诊所去祸害别人 我知道很多人会责怪父母 但有一点很重要 这个人施虐的速度很快 对我们身上的每一处瘀伤和肿胀 他都有牙科伤的解释 让父母觉得没有继续追问下去的必要 他当时是个有威望的医生 所以我不怪妈妈不相信我们 但他最终还是反应过来了 知道了真相 他不是一个人 还有成千上万的父母也被他欺骗了 如果你也有孩子 遇到类似的情况 也被告知不要和孩子一起进去 要留个心眼 多和孩子交流了解里面的情况 请坐 贾阿师带着友善的微笑说道 他的牙齿很小 白得发光 我在牙科椅子坐下来之后 他开始调整椅子的位置 把我的头向后倾斜 好看清楚自己的操作 椅子越来越往下倾斜 超出了我想象的限度 停下来后 我抬头看着天花板上的瓷砖 汗水顺着脸颊流下来 我紧张地低头看了看 发现自己的脚悬在空中 头部靠近地板 血液在重力的作用下 涌向我的大脑 我感到不舒服 有点呼吸困难 他个头不是很高 而我是个大块头 所以他需要这样的角度 给我做检查 我之前从未见过这位解压师 不过他目前看起来 没有什么异样 感觉怎么样 他一边问 一边准备好工具 我犹豫了一下 想告诉他角度太倾斜 有点不舒服 我张开嘴想说话 他以为我没问题了 于是把戴着橡胶手套的拳头 塞进了我的嘴里 开始戳来戳去 刮着我的牙齿 发出让人反感的声音 你有二十颗猪牙 你是一个月才刷一次牙吗 他说 声音听起来有点生气 我有点难以接受 每说一个字 他就狠狠挂一下我的牙齿 戳进我的牙齦 弄得我很痛 我的嘴里有一股铜锈味 我的心跳开始加速 而且由于很倾斜 我感觉头晕目眩 但我想着 我必须得等他暂停下来的时候 要求他调整椅子的角度 接着他拿出了充牙器 他一只手还在我嘴里 戴着橡胶手套把我的嘴撬开 开始往里面集中喷水 表面上这是为了清洁我的牙齿 但我在他眼里看到了兴奋 他很享受这一切 水顺着我的喉咙往下流 我开始呛咳 但他还是没有停手 那水的味道很奇怪 有一点微弱的药味 我觉得这个女人好像不太正常 看到我难受 她却有点开心 但毕竟她是个持症的结牙专家 很可能只是我多疑了 毕竟我已经很长时间 没洗过牙了 我双手紧紧抓住座椅扶手 努力保持镇静 但呼吸还是越来越快 心脏在肋骨里面急速跳动着 有一些没法弄干净了 她突然摇着头说 我们必须得把她拔了 我跳了起来 感到特别恐慌 这绝对不是她的工作内容 这个女人很不对劲 我的直觉一直都很准 不用了谢谢 牙医刚给我看过 拍了X光 做了全套检查 说我的牙没有问题 她年纪大了 需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脑子 就连她自己的牙齿 都开始变黄了 上面全是洞 别担心 我们会把你治好的 我会给你全部治好 她从旁边的抽屉 拿出一把 似乎生了锈的签子 然后迅速靠近我的脸 我坐起来 但她用力把我推了回去 而且因为倾斜角度太大 我使不上劲 我没法离开椅子 于是举起手想反抗 但感觉身体越来越沉重 慢慢地垂到我的身体两侧 那感觉就像是在做游乐场里的UFO大转盘 被离心力耍到边缘 感觉越来越沉重 这就是我当时的感受 而且我的眼皮也越来越沉 我想起她给我清洁口腔的时候 闻到了那股味道 乖乖 她微笑着说 露出珍珠般洁白的牙齿 睡吧 等你醒过来 一切都会好的 我醒来的时候 所有的牙齿都不见了 嘴里很大味道 牙医诊室里又黑又空荡 至少她让我活了下来 我不知道她对这里的其他人做了什么 我赶紧回家 不敢去查看别的房间 她在光天化日之下做了这些事后 我明白了为什么走廊里有血脚印 每间办公室门后面会渗出一些液体 警方随时会道 我得跟他们解释发生了什么 我现在嘴巴里空荡荡的 需要装假牙 而我才四十多岁 我猜她是看到了我牙齿有很多蛀牙 因此决定把他们都拔掉 不仅如此 她还把我的牙齿带走了 我现在想要回我的牙齿 我现在想要回我的牙齿 我何不吃了 我一直想要回到你们 我穿过一条路 我来蛀牙齿啊